既然认识了 我还是劝你一句 清清白白找一个男朋友 犯不上在别人的老公那里 浪费时间 这个男人明明已经 根本不爱你了 你还要无羞耻地纠缠他 这才叫浪费时间 妈妈 我说宝贝 让不然来你 你一个人来的 你也太不小心了 你做完干嘛去呢 我能干什么 硬住客户 不许 这是你结婚戒指呀 婚姻都不要了 我还要戒指干什么 不如换点钱 老婆开心 如果魏明能够证明 他可以给孩子提供 更好的成长条件 也是有可能获得抚养权的 你凭什么会以为 我会跟你一起 你缺钱 我花的真的是你的钱吗 你这些钱从哪儿来的 你当真以为我不知道是吧 我拿到的每一分钱 都有你地方 我的目的 是要让你出去 即便是我出去 你也入不了去 魏明这个人 最擅长的就是口是心非 长袖善无 好不 我错了 好不 早晚有一天 你会知道 跟他谈感情有多处 你打算什么时候离婚 不是现在 那是什么时候呢 静喜 我真的给你一个机会 让你跟林霜换一换 你是不会答应的 也因为我现在 打算重返职场 越南 就是一开始吧 得像新手一样 从头做起 这个职位啊 只要硬接手 我辛辛苦苦谈下来的单子 为什么要给米雪 她用离职来要挟我 如果我不答应她的条件 她就要跳槽 这事其实很简单 你只要想想 谁是最终的既得利益者 就什么都明白了 听说你要离职了 这些年的生活让我发现 自己想要的东西 不能寄希望于他人的侍舍 一定要靠自己 开始 小姑娘 你这撞着人还想跑啊 别拍我 你什么意思 你的意思是 你现在已经不工作了是吧 土豆